今天的部分呢,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网站的话 那它有一些题目要求 那我们需要的练习档 那你可以直接从那个云端上 一样就把它下载下来 云端这个地方有练习档 那里面的话呢,我们需要的 因为我是把它下载到这个桌面上 那你可以再把它解压桌出来 拖拉或者是直接在这边按右键 直接把它解压桌到字池好了 那我们就会有那个练习档需要的 从102到108的档案 那你可以假设你今天需要108的话 要不就是直接把这个复制到桌面上 直接复制过来 我是习惯拖拉过来复制 或者你Ctrl C Ctrl V也可以 这边就108了 那108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有我们需要的档案 不过这里面呢 基本上它的预设里面是空的 那有我们需要的影像档 还有我们需要的文字档都在这里 那这个文字档就是让你 不需要再重新再打一些字 直接就可以复制贴上了 那这一题基本上做出来的效果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所谓的那个 Adobe的那个 Creative的这个 这个各个版本的 相关的说明 那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它大概有分成很多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主要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针对每个版本 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可以去做一个 点击它之后的话 可以跳到它的版本 然后在上面这个地方 它有个Title 点下去它又跳上来 有点像跳上跳下 每个 每一个这个上面 都可以把它连接到上面 可以让它往上往下跳动 那往上往下跳动的话 里面就会有 我们需要的相关的讯息 然后它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图 这边一个图 然后旁边的话呢 会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项目 项目符号 项目一个个的项目 也就是你这个版本里面 包含哪一些 像Adobe的相关系列 你会发现 像我们现在用的是Dreamweaver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有一个Dreamweaver在这里 那其他还有哪一些版本 像比较常用的 像电子书 就InDesign 或者Photoshop Illustrator Flash Fireworks Adobe 等等啦 有这么多啦 当然 如果说你将来毕业之前 能够把这些 通通都学会 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不过至少 我觉得你至少要学会 Dreamweaver网页设计 或甚至 那个Photoshop 这最基本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InDesign 做电子书的 还有做一些 那个向量图的 Ellustrator 我想说必要啦 不过这个是题目部分 做出来的样子 主要的重点就是说 可以点击 并且可以跳回去 另外的话呢 利用表格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表格 放一张一张的图 然后这边有项目符号 OK 这个是大概的一个 呈现的样貌 那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一样是把那个 Dreamweaver把它打开来 所以呢 也许下个礼拜 你到了现场的时候 你就先把Dreamweaver 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那第二个就是 准备好什么 你需要的那个 就是练习档的 那个 提号 比如说我们今天 今天是108 那你就把108放桌面上 再来的话 做什么呢 一样在Dreamweaver里面 不外乎就怎么样 先建立一个网站 特别是网站里面 有新增网站 那这个网站动作 实际上是连结 连结什么 连结桌面上面的 这些东西 它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网站里面的 那个所有的东西 帮你放到 那个我们的Dreamweaver 右下角 你再把它打开来 就可以完成我们需要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个 记得啊 第一个先把那个桌面上 确定有没有108 里面有这些东西 你看结构不要不一样 不一样可能会产生错误 第二个的话 开启Dreamweaver之后的话 网站里面的什么 新增网站 这个跟前面都一样 网站名称的话就108 然后呢 本期的网站资料夹 你就浏览一下 找到哪里呢 我放桌面上 会有个108 你就把这个108给它 看到image 按选举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它会指向 就是桌面 Distub的那个108 这个资料夹 所以其实 到底 我觉得它这个建立网站 基本上就是一个网站 连结到你实体的目录就对了 OK 那当然 如果说你要做一些 进阶的应用 它不只是 这些啦 当然等一下呢 伺服器 还有什么 版本控制要进阶啦 那这个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未来这个可以做得非常复杂 不过 这个部分 我们先跳过 我们按 储存 那你可以发现 在你的右下角 会看到我们需要的一个网站结构 那你会发现呢 它一定是什么 这个网站的名称 在这边 然后里面有多少个资料夹 有一个资料夹 叫image image 这个里面就放图嘛 然后default 就是它的首页 另外还有什么呢 producer 这个可能就是里面放一些文字 让你比较方便 好 那个就复制贴上的动作 也就先把素材准备好 还有一个首页 OK 那将来的话 如果说你这个连结有错误了 当然你也可以做编辑 如果你要编辑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 有没有 再点它一下 它又跳出来了 也就如果你这边有错误 对不对 像之前有同学 连结错误 要做修改的话 其实也可以点这边一下 再点它一下 它跳出来了 或者直接再回到 网站里面 有个什么管理网站 这边也会看到你现在的网站 这边有一支笔 你把它点击 它一样会跳 跳回原来 你可以再重新设定 也就是说你将来的位置变更的话 可以从这边去做改变 然后把这个default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它基本上里面已经预先帮我们做好什么 做好一些表格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基本上上面有一个表格 那表格的话 里面有一个table 你油标放在里面的话 它会显示出这个表格的名称 各位可以发在下方这边有一列 这个是那个html的一个 直接可以选取的一个列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table 就是表格 它的名称呢 就叫做man 所以如果你要选取它的话 你直接点这边 点一下 有没有 整个表格就选起来 那也就是说 它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 基本上呢 它总共有几列呢 其实列特别是横向 所以这边有三列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四四四四 总共有十五列了 那蓝的话当然 上面的话呢 的蓝跟下面的蓝又不太一样 你游标放在这里面点一下 它会整列帮你选起来 那如果你要选取某个储存格怎么选 游标放里面有没有 你会发现TD TD实际上就是这个储存格 或者你点前面这个TD 它也会帮你去选取某一个储存格 某一个表格 它是实际上表格里面又有表格了 OK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网站先建置起来 108 那等一下的话呢 再来把那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说明 这个是我们题目了 题目的话将来也是一样 你把它展开来 找到108的题目 那里面大概就按照顺序呢 分别把这个108的题目完成 那这一题就完工了 那里面大致上就是从1到 其实就一个大题 里面有8个小题 分别的话做什么 其实接下来就是 开启这个Default.html 去做编辑 那做什么呢 页面属性之 CSS外观的设定 这个前面好像有讲过 然后呢 设定ID为main的表格 诶 有没有发现 表格实际上是table main的话是 前面有一个景字号 也就指的就是刚刚那个啦 那要做什么呢 表格要对齐 要置中 然后呢 它的相关的背景颜色要做变更 那我们等一下就 从第一小题一直做到第八小题 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像个礼拜抽到这一题 我想你的流程 大概就是先前置 不外乎就是桌面上有这个 第二个呢 Junweaver把它建一个网站 再来就按照它流程的需要 把这一题完成 储存好之后 再把这个108按右键 那个7ZIP压缩成那个什么 108 将来角焦就角焦这个就可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那个期中考以前 主要就是了解那个一个网站怎么样 一个简单的基本的网站 如何建构起来 那再来就是说下这个期中以后 到期末考以前 就是教各位把一个网站 再变成一个所谓的手机的APP 这个手机的APP呢 那你可以产生一个QR Code 直接可以让它用扫描的方式 安装在手机里面 当然这里面变化 其实可以做非常多 不过我们基本上就是 就是至少讲各位需要的部分 最需要的部分 其他如果比较进阶的用法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再去了解 这里面 就是 因为